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三個美女好辣醫師團 看病球速效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這樣恐會更傷身喔 好辣軍團因為球快 導致什麼可怕後果呢 主班小護士李懿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懿 今天的來賓當中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先發片 對 我們醫師好辣 這個醫療知識很豐富 是 還有很多名醫 我這個心痛不容易 我們醫小人送那種心痛 這是一種比喻 是 是我跟三萬寧合唱的 好 今天想要來請問一下 醫師看看心痛有沒有要醫 心痛是不容易 就跟那個感情一樣 是要自己去努力爭取的 那我 我就跟那個唱片公司的老闆說 沒有影響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中平 張曼儀 謝謝 請坐 謝謝 好 是 慾祝您大賣了 謝謝中平 張曼儀 謝謝 張曼儀 謝謝 瓜哥 我跟你講 上禮拜我去看病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排那個診所 它只是一個小診所而已 我竟然排了一個小時 你光掛 後都會再掛半個小時 然後你就想說 好 看了那麼久 掛了那麼久 然後等那麼久 進去一定要好好跟醫生 大聊特聊 是 結果進去不到五分鐘都出來了 那你就 真的假的吧 你有沒有那種 真的等很久 然後可能是看很快的經驗 你不要說五分 十分鐘 第一個 你說大排長龍 不管是小時候的大成熟 就表示最近 氣候變化很大 大家尤其在年關將近的時候 特別注意到身體 是 第二個呢 你講 五分鐘 十分鐘算長的了 一個 像江醫師 他一天要看兩百個客人 你想一個五分鐘就好了 五百分鐘 五百分鐘是幾個小時 對 我快 六百分鐘 十個小時 你還能算出來 對啊 你中間不用喝茶 吃東西 加上你 十個小時都在看 只有看一百個 如果說五分鐘的話 你有沒有算過 你說我只佔你五分鐘 可是有的明醫看 看兩三百個 對不起 你剛剛是看兩分鐘 有出來的 不是 不是長跟短的問題 醫師絕對是按照你的病情 一定好好的分析 對 有的可能看兩分鐘就結束了 有的可能看十分鐘結束 是 尤其對老人家要有耐性 對 對不對 對 我們年輕人就將就講求 好 把時間讓給人家 對 對 就是說看病 當然都求這個速效 今天就來討論 看病講求快很準 當心醫師會翻白眼 好 來看第一條 快快快 速度優先 看診治療都要求快速 因為其實有些人 他就搞不清楚自己的號碼 因為 因為你在掛號的時候 上面會有個時間 比如說你掛到40號 請你11點來 但是那一天可能前面 就好像瓜哥講 可能有delay 你可能到11點的時候 明明才看到30號 你一來又等了一個小時 對 就會抱怨 但是告訴各位 現在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查說 現在已經掛到幾號 所以就不要說太早來 就看著那個 差不多是號碼再來 就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 但是我要講的是 因為以前 沒有這麼多的電子設備 以前在門診 都像打戰一樣 因為病人來報到 常常會吵架 他會說 我比他快兩分鐘到 為什麼他比我先進來 因為搞不清楚 因為護術小姐出來說 因為外面後者人變成一多 所以有時候 護術小姐搞不清楚說 你先到還是他先到 對 他也是問嘛 大家都不承認 他說明明我先到 我只是先去上廁所 還是我比你先 護術會講 他是比你先掛的 對 沒有 可是那個是現在 但是現在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在就是因為到就是插卡 到就是插卡 接著插卡報到 所以上面就直接號碼 你幾點報到幾倍報到 都會很明 但是我覺得這樣對老人家 有時候不太好 因為有些老人家 他掛的號碼很後面 可是他們以前習慣 他們早點到 他們護術小姐看到他們 都會安排個空號 讓他們進來先看 對 但是現在因為 都是這種報到有沒有 大家都照順序 根本就沒有辦法再這樣 可是這位老人家 就會想到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因為老人家可能中午 都要去顧孫子 還什麼的 所以他們都很想要 早點來看完 之前就有個六十幾歲的阿嬤 他來門診 他是在掛十幾號 可是他九點半就到了 他第一到 他就看到 才看到大概十號十一號 他就一直去盧那個護術小姐說 可不可以讓他先砍 可不可以讓他先砍 說空號可不可以讓他先砍 我們很想幫他 但是不行 因為明明下一個是換 是換十五號 號碼一到 他就自己都要進來 對啊 你怎麼樣叫別人進來 叫別人他一定會開罵的 就不行 就是阿嬤就是等 他在外面就很焦急 因為他可能晚一點有事 就很焦急 結果到我們看到二十幾號的時候 那阿嬤就有點受不了 然後護術小姐一出去的時候 那阿嬤就突然間 就抱著肚子 就啪 就躺起來 護術小姐就趕快走過去 因為就趕快叫阿嬤 阿嬤就 阿嬤有頭抬起來 護術小姐就說好險好險 因為如果叫不起來的話 他就要趕快叫一 叫救救救救了 結果要來急救了 阿嬤就抬起來 然後護術小姐就說 阿嬤怎樣怎樣 我肚子很痛 阿嬤就說 那個護術小姐就說 你肚子很痛 在那個門診這邊 我們當時叫你去急診室 對啊 我們沒得怎麼處理 這個突然間肚子很痛的情況 就說阿嬤要不要 我公開叫警衛 幫你送去急診好不好 阿嬤說 妹妹你叫醫師出來 給我看一看 護術小姐說 覺得很奇怪 那個護術小姐就進去說 江醫師 江醫師 那個病人40號 現在在外面肚子很痛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 我就走出去 我說阿嬤你怎樣 我說阿嬤那你要去急診室 他說妹妹妹 你門診給我看一看就好 我就說 可是我在這邊又沒有什麼 又沒有什麼那個 沒有辦法幫你抽血 做什麼檢查 我說你還是去急診室 他說妹妹妹 你先給我看一看 我就好 我說阿嬤進來 我幫你檢查一下肚子 他就走進來 我說我坐在椅子上 我說阿嬤那你去床上躺一下 我要摸一下 你肚子有沒有怎麼樣 阿嬤就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坐在那個整療宇上面 我說你不是哪裡 我說現在 我現在比較好 然後我說 我那個 我那個乳房 要再復檢 而且上次你開給我的指頭 蠻有效的 你再開給我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老人家 會想一些很奇怪的怪招 但我每次笑一笑 因為我其實我也很想 讓他先進來 只是沒辦法 可是我們說實際上 我們還蠻有人情味的 如果大家在排的時候 不知道這個插卡的話 對 如果你是到排隊 老年人來如果不舒服 我們一定會讓他先看 對 就像我們去投票的時候 不是老年人來 我們一定先讓 對 那個這個看不到鏡頭 對 除了拐杖還這樣 他排到根本不知道幾點去的 所以現在插卡 反而沒辦法插位子 比較沒辦法 因為大家都看得出來 誰在我前面 誰在我後面 對 那我可能比江醫師幸福一點 因為我們在診所的話 目前還沒有進不到 用插卡報到 對 所以我們會發號碼牌 有時候也會遇到 類似他這種狀況 我先分享兩個 以前遇過一個病人 我按4號 按了號碼燈 他就進來了 然後他把牌子給小姐 6號 然後他說 小姐我們按4號 我知道啊 可是你是6號 我知道啊 可是我們就按4號 他說 我知道 可是我覺得 我是4號 所以我就先進來 還有這樣的 你就說 你應該去看眼科囉 對啊 我真的哪糟 這種病人我都遇過 所以有時候 雖然有報到幾乎說 沒有發號碼牌子會出事 另外我遇過一個 很誇張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在我看門診 看到12點05分 診所燈關掉的時候 他突然就衝進來 然後就在櫃檯就說 我現在肚子很痛 我要張醫師馬上幫我照胃鏡 現在立刻馬上 那護士小姐當然就不願意 就大家都要下班了對不對 燈都關了 結果跟他說不行 我們衛進要空腹 然後要預約 什麼什麼 然後他說 有 我有空腹 我從昨天到現在都沒有 我現在很痛 非常痛 一定要現在馬上照 要不然我可能會死掉 然後他說 我現在血液很高 你幫我量一下 我真的快死了 拜託一下 那我在診所 那個診間裡面 就躲在那邊不敢出來 因為我 怕被他看到我還沒走 我想說護理師假如聰明 他說張醫師已經離開 沒辦法幫你坐就好 沒有 護理師很笨 他說 那我幫你去問一下張醫師 他說 我都快瘋掉 以前你看 比如說7點要收 怎麼到8點多才沒收 因為坐到7點多 醫美的6點半 又有客人進來 對 你就非得要收嘛 所以他那個東西 只要跟張醫師講說 那多少錢 馬上看 馬上看 對 那個畢業也一樣 他就是說沒關係 我知道你們已經下班了 那我幫你們 全部人我出加班費好不好 不然有死活 他就是要做就對了 對 那我也知道他就是不會走 那沒辦法 好吧 就開始弄一弄 就趕快進去就幫他做 很快就做完了嘛 他要求快嘛 做完之後好 衣服一換 把他叫進來要看報告 奇怪了 那你去廁所找哪裡找 恢復是 都沒有 人就是不見了 錢也沒付 然後健保卡沒拿 報告也沒看 就不見了 然後他就打電話 打電話不接 大家都不能下班 二十分鐘 終於有人接了電話 喂 他朋友 我說那個某某某 他現在怎麼了 他到哪裡去 我說沒有啦 他剛剛照完衛生太緊張 他先回家休息了 我說什麼東西 大家都傻眼 結果 我說那你怎麼辦 報告也沒看 什麼什麼 沒關係他下午會去 然後我們 我們就得到三點鐘 下午又開門了以後 病人來了 拉兩盒禮盒 然後就跟大家 對不起啦 我中午 剛轉胃鏡 我說還太緊張 我心裡受不了 我先回家休息 大家都 也不知道怎麼 就是真的是 哭笑不得 後來 結果他報告怎麼樣 搞半天大家 我們就是瞎忙一場 然後我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吃胃藥什麼 不用 我就是想你幫我照個胃鏡而已 可是一定有不舒服 才會去照 他有時候那個病人 他是有點發慌 你知道嗎 有的病人他是有 可能有點恐慌 很緊張 你會為恐 心裡緊張 他突然覺得說 我不知道哪裡痛 然後他就是一個心理說 我一定要趕快檢查 幫我怎麼樣 幫他檢查完跟他說沒事 他就安心了 我覺得他應該先看心理醫師 真的應該先看心理醫師 哪有人沒有胃痛 還去照胃鏡的 對啊 我沒有痴瘡 就給人家看屁股 對不對 這個不只是那個醫生想要快 其實有時候我們患者也希望快一點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剛出道 然後能夠有通告上了 都覺得很珍惜 然後因為我個性很愛拖 那個感冒一來 然後就是 你就覺得感冒是小病 就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越來越嚴重 然後要去上通告的時候 就想說那時候人不舒服了 就工作人員就趕快帶我去醫 去診所 那去了之後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個能不能快一點 因為我要趕著去上通告 因為對我們來說是大事 然後他也說 你還慢慢的慢慢的照 照完之後 那他就跟我說 你這個要掉點滴 那我就說不行 我不能掉點滴 你有沒有很快的很快的 可以讓我等一下去撐過這個通告 之後再說 我說你只要給我打針 快點打針就好了 然後他就很無奈 然後他就好 那就幫你打個針 那因為是感冒 有點發燥 他就指著那個腹簾後面 你就進去裡面 待會兒請人家幫你打針 那我一進去之後 那個反射的動作 你知道嗎 一進去想說有腹簾 應該是很隱密 我就自作聰明 我想說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在外面 你就讓我在這裡打針 我就進去 我就拉下 想說快一點 他現在就趴在那裡 然後 我腹子一直走進來 嚇一跳 沒有啦 你打手就可以啦 你握手扣住 不是 那時候感冒 你是在習慣動作 沒有啦 比較傻傻你知道嗎 比較傻傻 然後又想說 他又在急啦 對 又急要趕快 然後他說 那個王先生 你不用這樣 我很尷尬 然後就手拉起來給他打針 其實那種都是 我那是很錯誤的 就是打完這之後 上完通告回來 藥也不準時吃 就是 就是好像好了一點點 然後又累 然後就變成 後來我記得是 在台式錄一個節目 錄完之後 然後還沒錄完 我就說對不起 我站不住 那時候 瓜哥那時候節目都是用站著 對 站著 然後站到後面 我本來是站著 應稱 然後到後面是站著 你看現在時代改變 他們說 我是站著 對 那時候到後面 我是站不住了 我就說那個 能不能站不住了 就這樣 工作人員就把我背著 就從台式 就背到台安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部分的壓力 就是大家一直催 可能就是我們的民情 文化的關係 一直催一直催 然後就會有各種 各種的表演出來 然後 就是像剛剛那樣 那個阿嬤那樣子 那像我們 其實每天都會有這樣的壓力 像有時候 那我現在上電視了 有時候還會遇到是 病人先 家屬認出我來 像有時候我就上班 正在忙的時候 我突然被攔住說 田醫師 田醫師 醫師好辣的田醫師 對不對 我們每天都有看 你本人比較漂亮 他先講完這個就說 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媽媽 她感冒了 然後好像有點頭暈 而且血壓比較高耶 我說 我們等一下一定會看到她這樣 田醫師不能快一點嗎 這樣 我說沒有辦法 我現在在上班這樣 然後就說 那照相跟簽名可以嗎 我說 我現在的時間是 所有病人的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拉到她媽媽 馬上手機 發佈消息 爆料都不是 你知道我應該會 很多人會這樣覺得 因為他們一定是很失望 但是我說我現在上班 我的時間是所有病人的 然後我就離開了 那急診除了這個之外 像有一次我就是 又遇到一個病人來 然後他一來 我們就知道他很不舒服 因為他一來就 我快死了 就一直這樣一直很大聲 整個大家都聽到 我們正在忙的都有壓力 而且都會想說 他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其實都會分心的 但是我們手上又有病人 然後我在縫傷口 還是在那邊 我快要死了這樣 然後大家聽了都很不舒服 我縫的時候也覺得 我趕快好了 不然我先看他好了 結果我出去的時候 我看到他是這樣 然後我看 還是Candy Crash 那個電手 玩遊戲 對 可是他彈得很大聲 然後我就 其實是滿生氣的 對 然後我就走出去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我先去處理那個護理師 我說 我去處理那個病人 我說你不用過去 因為他玩的那個關數 大概幾 應該有一兩千關以上 很厲害這樣 我是一名YouTuber 那因為我有嚴重的鼻子過敏 那我鼻子過敏很奇怪 是我會牽連那個喉嚨痛 然後頭痛發燒 就整個嚴重 所以會影響到 我剪片上片的時間 會延遲到 所以我只要一發 就是有一點點 鼻子過敏的感覺之後 我就會去找我的家庭醫師 那之前我都跟他說 醫生不知道有沒有 一吃馬上就好 明天可以繼續上片 然後醫生就說 沒有喔 然後我說 那你幫我打針 我要打針 幫我馬上打抵抗力會變好 因為我爸媽生病都會打針 那我就覺得應該可以打針 結果他說 你也沒有吐 你也沒有蟹 那為什麼要打針 打針有針對是 看你是止吐還是止蟹 那你只是一般的鼻子過敏 那打了就沒有用 那我說那 好 他說好 然後他就幫我 調了最高的劑量回家 就真的就是一吃馬上睡著 那我真的就好了 但是我11月初的時候 我就真的又一次鼻子過敏 那我就一樣吃上次 沒有吃完的藥 我就吃想說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隔天早上一起來 我整個聲音不見了 就是完全發不出任何聲音 我就想說那一樣藥效再高一點 他把我開之後 連續兩三個禮拜都沒有好 然後我就連續又看了四家醫院 到最後一家醫院的時候 才說 你那個藥效太高 其實我身體已經 所以他就說 那我就幫你打針重練 就是看普通一般的 就是鼻子過敏藥 感冒藥 然後讓身體自然去回復 其實我們看病真的滿奇怪 因為民眾心裡 就是我們也會互相討論 說那家診所看病 他的藥還可以 但是好的比較慢 對 有一家真的很快 那家很快 他用藥很重 但是還是帶他去那家 對 每個人個性不同 有的人是不看醫師的 他覺得感冒 因為醫師都講感冒沒有藥 你就靠休息 有的人真的一直喝開水 就這樣紛紛蒸蒸的 對 這樣過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對 我朋友就這樣 然後只吃維他命 對 死不吃藥的 死不吃藥喔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去看醫生 我不看醫生的 會產生抗貼 我要自己修復這樣子 對 那就比看誰活得久 對 可是他還是會好 會好 還是會好 他過年紀就會好 過程痛苦 其實像有些人真的是 他們真的就不愛看醫師 他可能也許肚子痛 胃痛 他可能就是想說 工作很多 我直接到診所去拿一包藥 回來吃一吃就好了 因為很多人工作很繁忙 像我有遇過一個 三十幾歲的病人 他其實就是一直覺得 上腹痛悠悠不舒服 其實就一直還是持續的工作 其實他已經有胃潰瘍很嚴重 到最後其實來急診的時候 他已經胃潰瘍都已經穿孔了 像胃潰瘍穿孔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通常對一般外科來講 這要緊急刀 要立刻馬上去把它修補 因為那些胃液 會流到你的橫隔膜下面 你的肝臟下面 這些都會造成一些濃陽跟發炎 甚至整個人會 像這種穿孔 我還有遇過一個病人 更嚴重 他來的時候 根本就一直在很快的呼吸喘 他喘並不是因為 那些濃陽在橫隔刺激他的肺 而是因為他整個PH 血中的PH值只有7.2以下 那他那時候其實就已經 代謝性酸 就是一個 那就是非常非常喘 那其實像如果拖到3到4天 其實這種病人 你大概看就知道 他應該開完刀也不會好 我遇到這樣的病人 我就會直接跟他講清楚 你有可能 你現在有話 有遺伍你就現在講 就是講清楚 因為他真的就是 的確那個病人這樣子 他已經拖了3 4天了 然後整個人就已經休克了 那開進去 他大概一天就 擦完果然就沒有再醒來過了 所以其實 其實有時候一點點胃痛 大家也許可以去買成藥吃一吃 覺得不以為意 但是這種常常強忍的那種痛 其實是很嚴重的 所以應該要去 我滿佩服那能忍的 對 這種比較常發生在那種 老人家 還有那種很大病的病患 他們就是 感覺就是有點鈍鈍的 你痛對我們來講是10分 可是對他來講 他可能只有感覺到4分 對 像我就很會撐 打幾個洞 我就三個洞 妳開過 妳三個洞 我三個洞 因為不是生小孩 不然妳是開什麼搭 對 因為我膽拿掉 然後就是因為說 我長期就是胃痛 我認為他是胃痛 然後都一直去看那個腸胃科 然後腸胃科醫生也認為說 我是胃痛 然後一直開胃藥給我吃 結果我就這樣子白白吃了好幾年 之後去照胃鏡 剛好也是胃發炎 十二指腸發炎 然後就吃了好幾年的胃藥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 連續好幾天晚上 都是晚上在痛 在地上翻滾 然後滾了好幾個晚上睡不著 然後後來第六個晚上 我決定如果 妳翻到第六個晚上 對 第六個晚上 我決定如果真的 第七 第六個晚上 再睡不著 再睡不著的話 我第七天一定要 一定要去看醫生 妳很能忍耶 結果第六個晚上真的睡不著 我第七天趕快跑去 大醫院去急診 然後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 妳這樣情況不對 我馬上幫妳安排那個 照胃鏡 然後再照超音波 因為我跟他講說 然後我會痛到這個 後面也會痛 然後他幫我先照超音波 他說這個不行 妳一定要開刀 那天是禮拜五 然後安排下一個禮拜一 就馬上開刀 那也拖兩天 住院 因為他們禮拜六 禮拜天沒有動刀 還不夠大牌 如果她 不夠大牌 妳是住院嗎 那時候 就馬上住院 然後就開刀出來是 大概十二三顆的珍珠奶茶 那麼大顆的石頭 膽結束 膽結束 所以妳就整個膽拿掉 其實我就是她的主治醫師 我不知道她記不記得 真的 真的 好強喔 那太剛好了 對啊 我是小晉醫師 黃小晉 我今天因為有化妝 所以妳現在記不記得 太久了 你還跟我說 奇怪好面熟喔 我看到 踏開的妳都不知道 是啊 因為我今天有化妝 她不知道 平常都蓬頭勾變 而且平常都戴口罩啊 就是看到病人 有時候都戴著口罩 然後只會拿膽結石 就是給她 說這是她的膽囊結石 你看很多這樣子 真的是緣分 一般來講 性功能障礙 它並不是一個 所以你幫王中平開鍋喔 沒有 其實我看妳有點面熟 沒有 你面熟 性功能障礙 性功能障礙專家 性功能障礙專家 感覺句子應該是要走沒錯 一般來講 性功能障礙 它不是一個急症 但是真的有一個病人 大概70歲的北飛 她每次來都很急 夜診6點半開始 她大概6點20分 就會出現在門口這樣子 對 為什麼她吃口服藥 類似威爾鋼 西利斯這些 都沒有什麼效果 效果不好 而且口服藥需要一段時間 才會有作用 但她每次來 她都要要求說 從陰莖裡面 我第二線治療中 從陰莖裡面 打一個血管擴張劑 對 打下去之後 在病人開始穿褲子的時候 通常就已經會有反應了 這麼快 大概1到5分鐘 那為什麼讓她 帶回家自己打就好 因為她又不敢自己打 不然一般來講 我會教導病人 對 她這樣打有點可怕 對 可是你回家的路上怎麼覺得 所以這類別人很特別 他們即使在夏天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穿著外套來門診 對 因為披架的時候 比較不會尷尬 第二個 他們通常會跟自己的伴侶 約在醫院旁邊的汽車旅館 就比較奇怪 對 它有藥效性嗎 有 大概每個人藥效不太一樣 藥效好的可以 對 一般來講 可能大概在1個小時左右 其實還是 時間還是夠了 所以她 打完謝謝 坐完公車回去 然後塞一下 兩個鐘頭到家裡 因為會軟掉 太遠了 她每次來都會很急這樣子 但有一次她很早就來了 天啊 那我打完之後 然後隔一個禮拜 她又回來就跟我說 開始跟我抱怨 她會先想說 是不是效果不好 然後我就說 不是效果不好 她說沒有啦 沒有啦 天下太早來 回到家裡的時候 一次泡兩小時 那 佛生生 真奇 泡兩小時 兩個小時人家走的 她也這樣子 對…然後我說 兩小時泡完了就不好 沒關係 有感客人 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建議 如果自己敢打的話 自己帶回家打 對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會看著病人 然後教他打 然後而且我們醫生 要看著他打 確認他的就是這個步驟 都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打那個會痛嗎 可是打那個會痛嗎 你跟他講什麼 那個勝過一切 應該是太太會急著 幫他打吧 不一定是太太 對啊 另外一般都來那邊 沒關係吃太多人 所以 我有一個疑問 會不會像藥效一樣 下一次就要打更高幾量 其實不會 可是我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吃筋都破壞 有些病人 他為了要求效果很好 他有時候還會吃更多的藥物 然後甚至再要求你幫他打枕 又加上一層 對 又加上一層 這個時候這些病人就會到田醫師 他們的急診去了 他會講 我起超過八個小時 那我死了 對 那八個小時 那個地方可能會跟茄子一樣 那在急診 他們可能就會做一個動作 叫做放血 這個也可以放血 放血 放出來的血絕對是黑色的 因為它是缺癢的血 不要太過頭了 再放掉就可以了 對啦 一小時就好了 對 好漂亮 不可能一個小時 治療愁效果 越痛才越有效 是嗎 其實人家常常講 以前人的觀念是這樣 但是現在的觀念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藥 稍微做得難吃一點點 根本就沒有藥吃 所以現在藥少做藥也不一樣 就好像化學治療一樣 以前你會覺得說 化學治療副作用越強 這個藥越好嗎 你也不會這樣想 現在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都是講求生活品質 所以已經沒有什麼 越痛才越有效這種講法了 但是還是有些人觀念很奇怪 因為那個病人才三十幾歲 他就屁股長一個很大的釘子 大家都知道釘子如果成熟 代表裡面有濃 軟軟的 你一定會把它化開 把它擠掉 結果那個病人來的時候 那個就要熟不熟的 我感覺好像有點濃 但是又不是很多 但是他又滿痛的 我就跟他講說 幫我試著幫你化開 我說擠擠擠看 都放兩天了 沒有 對 真的真的 都放兩天就熟了 也沒有錯 我就說我試著幫你化開擠擠看 我想說 他這個我可能要擠一陣子 因為我覺得好像也不是 很有把握的一陣子 我就在他旁邊打了一圈的麻藥 打完之後我在上面畫一刀 這樣擠擠擠擠 果然就不是很熟 只有擠出來一點點 不是很滿意 我就說 不是很滿意 不是很熟就把它種回去了 沒有啦 就給他換個藥 然後開康座給他吃 然後他說 那四天之後再來看 我就四天之後再來看 變成就進來了 現在就臉就不是很好看 然後走路的姿勢也怪怪的 因為他整個就熟了 然後他旁邊都很紅 就很痛 然後就來我就說 可能要再畫一刀 因為我想說 我說這次一定很好 因為我看上去就很好 因為他整個都熟了 我一直在想說 這是搞不好連打麻藥都不用打 因為你不用打 因為你打麻藥其實也會痛 我就沒有打麻藥 我就直接畫一刀 沒有叫 我開始擠 因為我們還會去看病人的反應 病人如果叫我就知道 又等一下然後再去打 病人就都沒有反應 我就一直... 就把他擠得看清 擠得看清的時候我就看他 我就想說他怎麼都沒出聲音 已經昏倒了 沒有... 他是整個人這樣 他整個臉這樣通紅 這樣咬牙竊子 我說你幹嘛 他說很痛 我就說 我說你痛幹嘛不講 他說沒有 我就想說這個要弄好 他就沒有講 我說其實你痛可以講 我可以加麻藥 實際上我是根本沒有打 然後就弄完了 結果隔了兩三天之後 他再來 他就很滿意 他就坐下來就開始稱讚我 他說 果然治療 我們病人還是不能夠怕痛 越痛越有效 你看我第一次 弄 沒有什麼感覺 後來回去好痛 你第二次來弄個這麼痛 回去馬上就好了 對啊 這也是一個大家一個 病人的一個心理迷思 就覺得比如說你去打臉 不過打都不夠腫 那個微整型好像沒有用 對 要紅到腫起來那種 真的 有效有效 打深層 我因為本身自己是電競主播 有在玩遊戲相關的 那我覺得 剛剛醫生講的經驗 我很有那個感觸 因為我平常一定要用眼睛 因為我們玩遊戲 要很專注在上面 所以我長睜眼就會很痛苦 那因為睜眼會很痛 然後我曾經長到那種 就是腫到很像腫瘤那樣 就是非常大顆 然後遮住我眼睛打不太開這樣 那我那個時候 其實一開始是有去試著吃咬 或者是輕輕的把它補過 這個不是可以有效嗎 那個完全沒效 那個是不收方法 對 這是我拉的三片 都還是那麼大顆 對 真的沒有效 然後後來我去看醫生 他幫我輕輕化 可能那時候沒有那麼熟 一開始還沒有腫那麼大的時候 然後沒有很痛 所以那時候也沒有擠出很多膿 我就覺得應該是有效吧 因為畢竟人家是醫生 最後後來我就腫到像腫瘤那樣 然後像油一樣 然後後來我到腫到那個樣子 我再去看另外一間醫生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的話 一定要就是直接把膿都引流出來 然後他就 他講完 因為我那時候是躺著他在看 他也沒有跟我說他要下刀 然後講完以後他就下刀 然後就 因為他沒有打麻醉 他說這太靠近眼球 然後我說打麻醉的話 會很危險什麼 然後結果 他就開始用那個棉花棒 那個棒狀棉花 開始擠 開始壓 然後你知道擠出來 就像巧克力奶很噁心 因為他有濃又有血 所以混在一起 其實就有點噁心 然後就看到他 一直換那個棉花棒 一直換 然後就一直擠 然後他也都沒有問我 會不會痛啊 會怎麼樣 然後我就一直叫一直哭 一直叫一直哭 但是 因為他擠 對 然後我就有一個迷思 因為我從那一次以後 我就沒有再長過正眼了 完全沒有再長過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那個 有擠乾淨 因為我覺得不痛 可能是沒有擠乾淨 因為我們自己擠也會擠 就怕留一點殘餘在裡面 對 會擠到那個血出來了 還要擠什麼東西 對 一定要擠 就覺得說要把它連根拔起來 才會好 很爽的那種感覺 是 之前遇過一個小男生 17歲 就是媽媽帶他來 急性胃炎很痛 痛得很嚴重 然後他說 你就吃藥回家就好了 因為我就是那種 不喜歡給病人打針的醫生 然後但是 他媽媽就說 不是 你就給他打針 打針比較快好 然後他兒子馬上就很生氣 說打什麼針 你不用打針 我很怕痛 我不要 然後整天就吵起來 你知道嗎 吵 我病也不能看 後來我就 沒關係 那我們先把你開個針鏡 你去旁邊 你們討論一下怎樣怎樣 反正好死活死 推出去後來在注射室 兩個拇指吵 對 然後 護理師都不能打針 後來媽媽說 我給你跪好不好 你讓他打一下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媽寶的小朋友才說 好啦 那我給他打 然後這時候他就轉過頭 我跟你講 我非常怕痛 你待會兒給我打針 一秒鐘把藥全部推進去 這樣子我才不會痛 那更痛嘛 可是殊不知 我們腸胃指痛的針 是不可以這樣推的 不能快推 因為這樣快推會痛到爆炸 對 那我護理師就 好 然後就 然後 我護理師 因為其實他少數 都已經很煩了 就是真的給他一秒鐘 給他嘟下去 好可怕 對 結果就是他嘟下去以後 我在隔壁整間 我就聽到一個人這樣 就大叫醫生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生氣 就開始罵我的護理師 說 我不是跟你說我很怕痛嗎 你怎麼還幫我打成這樣怎樣 我就說 沒有啊 你叫我幫你一秒鐘 打進去就是這樣子啊 那個油性的針很痛對不對 對啊 油性的針很痛對不對 對啊 然後 油性的針很痛 對 可是這樣打下去以後 真的 過十五分鐘他待在診所 就不痛了嘛 他媽媽就跟他說 你看 痛才會有用 你懂不懂 轉移啊 對 就轉移 打到別的地方還要痛就可以 對 他媽媽很滿意 就帶他回家 就隔天了 他就在診所 都給我留負評 無憂無故被他打 一個負評 我冤枉 我那時候工作是模特兒 然後我有一次晚上 要起床上廁所 然後我想說廁所很近 所以我就不開燈 然後我走著走著 就黃身 然後就摔跤 然後我這邊嘴角 就去撞到桌角 對 然後我想說 應該還好 然後我就繼續去上廁所這樣 然後上廁所就 就覺得這邊熱熱的 然後麻麻的 然後有東西這樣 感覺流下來 然後我就開燈看 然後那時候就 這邊都是血 對 然後我就驚醒 然後開始漱口 然後想說 把那個血先止掉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 都沒辦法 然後我就去叫我室友起床 然後他就載我去醫院 然後那時候一到醫院急診室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那你就先躺在床上 然後我幫你打個破傷風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然後他打下去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破傷風的藥 都在我嘴巴裡 對 打破洞 對 因為我發現這邊有個洞 對 然後他打下去 我就發現裡面藥 穿太空了嗎 對 藥都在 沒有 是麻藥 破傷風一定是 破傷風打肩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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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傷風打肩膀 可是我以為是 他通常跟我講破傷風 你有縫嗎 我有縫 所以一定是打麻藥 打麻藥 他就說那要開始縫 縫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回家了 然後我想說 不用拿什麼藥什麼 他就說都不用 就是不要喝燙的 跟不要吃辣的這樣就好 可以吃冰 可以吃冰嗎 可以 可以吃冰 打牙也是要吃冰 反正我就回家了 然後我隔天起床 就腫滿大的 然後我大概腫了大概三天吧 所以那時候有工作 就把它 就只能取消這樣子 對 講到這個浴室裡面 真的要注意的 以前瑪格莉特 跟我在做綜藝大集合 有一天在早上上通告 你看他這邊這樣 這邊都黑青了 這樣 就這樣 然後眼睛是紅色血濕 好可怕 我說你是去打醫美嗎 比較像打醫美打風 他說不是 昨天參加派對 結果到那個喝太多 到浴室裡面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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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盥洗濕有沒有 他的 好可怕 這個 血都流 內 內出血 不是外傷 他是 對不對 血流在那邊黑青 對 結果他當天厄運還沒結束 因為那天我們是訪問那個蜜蜂 收集場 蜜蜂八隻不 你知道嗎 給他鼓掌 所以蜜蜂是採八字 啪啪啪 他剛好拍一首的時候 你看他的有多倒霉 昨天倒霉到今天你知道 所以浴室你別小看這個 要開燈 對 那麼滑 傷口就是不管什麼傷口的話 流血到急診 就是直接加壓 然後我們會看到很多種方法 什麼 手抬高 綁起來 然後不可以高過 不可以低過心臟 對 都不用 你就是把那個傷口 直接加壓 止血就好了 然後不要對我們大叫 那個血 大部分的血 不會造成休克 對 那這個 有一天也是一樣 一個情侶來 然後也是一樣很慌張 然後這個 那個女生就說 我男朋友流血了 我男朋友流血了 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找 到底哪裡流血的時候 看到他的腳 他穿那個假腳拖撞到了 所以他的指甲是翻起來 是真的有點血 但是 其實真的是還好 但他們太慌張了 我說我們先去照X光 然後打破山峰 我確定骨頭沒有問題 我再幫你處理 然後從頭到尾 只要有動到那個男的 他就是一直叫 你都知道他已經 他在X光那邊 然後他再回來了 然後他到外商去這樣 就一直叫一直叫 後來我就看了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拔 所以我就要幫他消毒了 結果我消毒液一淋上去 他就開始一直叫這樣子 然後我在碰 又叫 然後我碰小腿 他也叫 然後我在碰小腿 對 我在叫碰小腿 又叫 然後我就再想 我就碰小腿 我就拔了 然後我就拔掉了 我又很快速就拔掉 結果我就給他的女朋友看 結果他還在叫 然後他還繼續叫 然後他就說 什麼時候要打麻藥 我說 我根本沒有打麻藥 因為他的那個痛已經是 他在他自己的情境裡面了 對 然後在急診室 然後加上大家又一直關注他 他就更痛啊 然後其實那個 他的指甲其實只是已經 已經快要掉了 那我是可以幫他打麻藥 其實打麻藥非常痛 因為我們打麻藥我通常都會先打 然後我戳到他的骨頭之後 我再往上回來的時候 我再開始注射麻藥這樣 然後就讓他腳趾頭 整個就會麻掉 不會痛 可是我發現他的痛已經是 就是不誠實了 就是小腿也痛 我碰下也痛 我碰小腿也痛 我是碰別的地方也會叫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真的痛還假痛 我覺得那我直接拔就好了 結果我真的拔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 很多人他指甲有時候 不小心被壓到 被重複這樣壓到 裡面都會黑青 底下都有黑青 很多人會跑到我們門診來說 底下是黑青 都喔喔喔喔 可不可以幫他把指甲拔掉 會不會比較好 其實真的不需要去拔 像那個田醫師 剛剛講到不太嚴 因為他指甲已經翻起來了 你鞋子沒辦法穿 我一直 我當他指甲拔掉 一般的如果你只是去壓傷 裡面是黑青的 千萬不要去拔他 為什麼 因為你拔掉之後 你本來這個裡面的甲床 那個肉有沒有 外面一層指甲保護 不會碰到外面 你不會痛 你拔掉你試試看 更痛 你會碰到外面就很痛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拔掉的時候 還要跟你縫個人工指甲蓋上去 所以根本不需要 所以等他自然好 慢慢長長剪掉 等他自然掉就好 有的就是他底下黑青 黑的很厲害 那個指甲都被推上來 都快掉快掉 我說你就等 他自己會掉 可是不是拔掉會比較 長出來會比較漂亮嗎 不會 因為你那個指甲也就快掉 所以會自己掉 他長得還是要新的指甲 沒有拔掉 那拔那個滿爽的 滿爽的 對 拔指甲嗎 你指甲拔掉 我是說就是黑青 然後新指甲長出來 然後拔掉指甲 那個感覺滿... 不要禁我 我覺得你可以來我診所當護士 真的假的 有缺是不是 一秒鐘你好狠 你好狠 因為我也有做一些 肝門的手術 那其實我有遇過一個 就是三十幾歲 有年輕男性 其實長滿帥的 他一來看我的時候 他就說 醫師我肝門有一個 好像有個濃癢 幫我檢查一下 然後我發現 我就發現是肝門濃癢 但是通常肝門濃癢 要跟肝門柔管做鑑別診斷 所以其實要開刀繼續才知道 那我就幫他再開完刀之後 我發現他的 原來這個是一個柔管 通常如果比較淺的濃癢 我們大概就化開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剛好很深 所以我有放 大概有放四條黑絲線在裡面 然後就是讓它回整 每次回來的時候 我就綁一條綁一條綁一條 大概一個禮拜回來一次 它這個就會像一個刀一樣 慢慢的往外 這個線就會慢慢往外 慢慢往外之後就不見這樣 這麼小小的柔管這麼複雜 對啊 因為它如果穿過擴約機 或是橫跨一個比較大的區塊 我們如果直接剔開 它就會就會肝門濕 比較容易肝門濕近 所以通常你要避免它肝門濕 你就是必須要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像一些流浪狗 橡皮筋不是有的卡在脖子上 會慢慢的割這個肉 那像我們綁那個柔管 也是像慢慢割那個肉 它就慢慢每次 每個禮拜綁一條 然後它這個線就會慢慢往外滑 那它這個擴約機就會慢慢的被切斷 但是前面又已經纖維化了 然後就不會造成它失禁的問題 但是其實真的是蠻痛我知道 所以我有給它開很強的指控藥 可是你知道就是它每次回來 就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一個大男生 然後在我的枕間要成一個 OZ的地形這樣子 然後我又很好見它 然後幫它綁那條線 然後而且它又覺得很不好意思 而且又有男子氣概 然後就一直說忍耐忍耐忍耐 我還記得就是大概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綁完之後 他說我還好 我還好 然後可是我發現它整個 全身都濕了 然後我就立刻說好 我幫立刻打止痛藥 然後立刻出去就立刻打止痛針 然後到第四次的時候 我就想說它肯定一定是沒有辦法忍受 這麼厚 所以我就想說好 先讓它打止痛針好 然後結果回來幫它檢查的時候 其實線掉就代表就是已經差不多好了 他們大概不會體會那種痛 因為樓管你看要治那麼久 你知道嗎 擴躍器是分分秒秒都在弄痛你的 你身體呼吸轉頭都擴躍器都在動 所以它很痛 超痛的 所以其實我也很 其實我覺得肛門如果 就是例如痔瘡腫超大 我都覺得這個真的很痛 因為我可以 我滿多病人 如果痔瘡腫得很大 然後他們有時候都會想說 我痔瘡腫很大 所以我要吃很多就是軟便藥 然後最後它其實都已經在拉肚子了 然後拉肚子 然後就是一天用了大概七八次那個肛門 然後它已經腫很大了 我跟你講這是超腫 那往往就是有時候都脫肛 像一個我曾經看過像那種 我們就像Mr.Dona一樣 所以我已經跟甜甜娟在外面了 我這時候看到我這時候 這天就趕快轉到醫學中心好了 沒有 太恐怖了 謝謝 像剛剛講的打針 痛的話就是覺得很有效嘛 那像我小朋友啊 他就是會習慣性的脫臼 他大概三個月就會脫臼一次 手手這個地方啊 不小心拉到外力拉到 他就會這樣手就不能動了 而且他會脫臼半夜 半夜有時候他要滾來滾去嘛 他睡覺我就把它把它這樣子 拉過去搬過去 然後他就不小心一扯 他就 然後他就跟我媽媽 我手又斷掉了 然後我就半夜一直去找找 看哪一間國書館有開的 就好不容易找到有一間有開的 然後去接接接 然後他就哀哀叫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接回來了 然後又過了三個月又去找 又是半夜然後又去找 然後又找到另外又一間 也是接到哀哀叫 我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妳不會同一家接喔 因為沒有辦法 找到同一家 他半夜都會幫我們開門的 我都半夜比較 急診室啊 我們醫生都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們會喬指嗎 其實這個很簡單 因為小朋友的手肘的關節 韌帶沒有長好 所以它有一個圓韌帶 然後我們的骨頭 它就是一拉的時候 它就跑到外面來 其實很簡單 就是做一個拉的 然後外轉的動作再折回去 這個骨頭就會進到那個圓韌帶 所以不用喬也不用拉 對 不用找空 我常常在急診室 做完這個時候 大家都覺得 好像魔術師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你知道嗎 就是跟他去玩遊戲 然後玩一玩一玩 他手這邊就突然變得比較長 我說你的手怎麼了 然後在那邊 多久啦 多久沒事 等一下就好了 然後擠在那邊把它喬 吳其龍就是這樣 對 就好了耶 吳其龍就是慣性多久的 他會自己喬回去的 那學齡前的小朋友 是像他的小朋友一樣 就是可是他到長大了之後 已經這個關節已經成熟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脫臼的問題 對 他現在已經 國小三年級 所以他現在已經不會 但是就是因為我三個月 跑一次很麻煩 然後後來就是去找到一間 固定的那個師傅 然後他就教我 教我怎麼樣把它裝回去 後來他脫臼一次的時候 我就把它接回去 對 通常七歲以下 就是學齡前的小朋友 很容易有這樣狀況 而且大部分都是大人派的 譬如說媽媽去逛街拉著他 用力一拉 就把那個骨頭 就拉出了那個韌帶的外面 然後就脫臼了 那通常這樣的小朋友 通常脫勢 他不會去讓你動他整個手臂 所以大家會誤以為是他肩膀受傷 可是其實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對 然後所以他比如說他掉單槓 也可以脫臼 這樣的小朋友 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脫臼 但是最後他自己 到了一個年齡就完了 他就長好了 就不容易跑出來了 對 那其實這個處理是很簡單的 但是會嚇到爸爸媽媽 對 我們大部分一想都嘛 想骨科對不對 真的 瞧骨師傅 所以會想到急診室 因為想到急診室 急診室醫師也不會看骨頭 原來你們是可以弄回去 對 這個很快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 因為我每次做完 因為是做完之後 爸爸媽媽都覺得 好神喔 真的 我今天聽到也覺得好神奇 其實病人在求痛跟求不痛的 兩種病人真的很兩極 那真的有一個病人 大概180幾公分 是因為結石的關係 那在急診室 就已經痛到在哭了 那你就會感覺說 他明明就是一個 憲兵魚隊的體格 他哭起來好像一個 嬌弱的美少女一樣這樣 那當然一開始要求說 他要打一隻長孝型的 好 我們就給他打一個 七天的那種 長孝型的一個止痛藥 那要 他又聽朋友說夾石頭 夾結石好像很痛 所以他要求說 他要在手術前 馬上打一隻短孝型的 手術後 他在恢復室的時候 他要再打一隻短孝型的 那前前後這個病人 總共用了三四種止痛藥 然後才解決他的疼痛 不過後來他隔天 倒是就出院了 接下來我要講說 我們性功能障礙的 另外一種治療 那有另外一種治療 叫做低能量的振波治療 那這種振波治療 是打在我們的陰莖 海綿體這個地方 以及說陰莖的根部 接近會陰部這個地方 那打在這裡 它的原理是促進 這個地方的血管新生 那有一個大概 五六十歲的病人來 他就是做這一方面的治療 那打這個治療的時候 其實會有點刺刺痛痛的感覺 那我就遇過有個病人 一般來講 我們是不會把能量 一次開到太強 那有個病人來 他就說 你就幫我把能量開到最強 這樣子 那打到一半我就發現 他已經臉色蒼白 然後手一直抓著這樣 痛 對 那我就說 奇怪一般來講 不會這麼痛 大概都是刺痛的感覺而已 他就跟我說 醫生你不懂 那個感覺就好像 蛋蛋被人家抓住的那種感覺 他就說 那我幫你把能量調低一點點好不好 他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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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月痛才會有效 我可以忍 我可以忍 那打完之後 他真的就是有點冒冷汗那種感覺 就出來 為了日後的幸福 一定要療療 對 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說 他可能刺口服要效果不好 可是他又沒有辦法接受到用打 跟他講那種打針那種形式 因為他比較侵入性 是 所以他等於是另外一個替代療法 就是用症波去做治療 對 這個新醫術要告訴大家 因為 婦女同胞非常懷疑 不會 不會 回去 不會 醫病之間要有互相的體諒 醫生也希望看病人講究效應 但病患不要一味的求快 因為很快撞好嗎 再次恭喜王中平 張曼寧 恭喜 謝謝張曼寧 心疼無有意 大家都支持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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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